十年迷暗 人间蒸发 消失的陌生人何处追踪 不懈寻觅 痛苦挣扎 绝望母亲一再轻生 迟来的正义如何伸张 追踪王小慧 小区大事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说起如今的状况 高树英老两口说 他们的家庭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拜一个叫王小慧的人所赐 高树英的身体状况虽然非常糟糕 但是儿子儿媳十分孝顺 老伴对他也是十分照顾 但是高树英却仍旧一心求死 他觉得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活着只能拖累家人 不如一了百了 而把他的生活推入绝境的这个王小慧 又到底是谁 他现在在哪里 十几年前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家住河北省成德市的高树英 又怎么会和三百多公里外的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产生交集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高树英说 自己和这个家庭的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出院后的高树英却发现 他的生活一切都被改变了 就在抗肠着嘛 那就是保守治疗 他是拿板着给我捆着 是绷在捆伞那捆着 这这块还得天天给消毒 这块的 勉强出院后的高树英发现 自己的腿不仅落下了终身残疾 家里还为了救他 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 要押印要一万 我上哪有一万块钱 是吧 三千块钱就是不少了 根本那时候都借不着 都给人做一了 这几万元钱 对于十几年前的一个农村家庭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款 而让高树英最为揪心的事情 却并不是钱 我大大的账考大学 那这更业 我出车过去 没这儿我回来又让我呼吸一念 车祸之后 家里欠了债不说 自己还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儿子的前程也为此受到了影响 这场意外 让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 瞬间天翻地覆 你说我们家出点事 老伴也吓傻了 孩子又小 那叫我二小才不大 无奈之下 高树英的家人将王小慧 起诉到成德市 鸾平县人民法院 由于王小慧已经消失无踪 鸾平县人民法院 只能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 判决王小慧赔偿高树英 各项经济损失 两万三千余元 2005年 引无法找到王小慧 高树英将鸾平县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由于王小慧 在处理交通事故时 提供的家庭住址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丰市 鸾平县法院 在2006年 竟由河北省高院 内蒙古高院 跨省将此案 委托给赤丰市 嵩山区人民法院执行 眼看着案件 进入了执行程序 高树英充满了期盼 蓝平县法院 委托案件时 只给了我们一份判决书 没有其他材料 判决书中仅记载有 王小慧的姓名 姓别 出生年月 及住址 委托执行案件卷宗 不同于普通案件 卷宗中 只有判决书和相关的 移交手续 而判决书上 在明的信息又非常有限 因此 当负责此案的 嵩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法官接手此案后 进展的并不顺利 这应该是查在公安机关支付的 我愿执行法官赵继良多次到王小慧的住址去查找 村没介照 本村根本没有一个叫王小慧的人 当时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赵继良 按照判决书提供的住址查找 竟然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十几年前 信息化手段还不像如今这样普及 当时大部分的执行工作 都要靠执行法官跑腿查找 但是这一次却毫无结果 案件刚进入执行程序就开局不利 本以为后续调查能有所进展 然而不久以后 满心希望的高树英却等来了一个噩耗 后来赵法官因病去世 在去世前 他还在念读了这个执行案件 一直负责高树英案件执行工作的赵法官 在接手案件后 四处查找王小慧无果 之后赵法官身患重病去世 2009年4月30日 嵩山区人民法院 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 无法查找 且无可供执行财产 暂时终结了本案的执行程序 对于高树英来说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一切希望都瞬间归于黑暗 高树英和家人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再找到王小慧这个人 这两万多元虽然不算很多 但是对于高树英来说 却是本来就属于他的赔偿金 然而这笔钱却始终无法拿到手 十几年前的信息化技术水平还很落后 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 谈何容易 胜诉方获得应当获得的赔偿金 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现实中败诉的一方却经常想尽办法逃避之行 王小慧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撞了人 扔下五百元就跑了个干干净净 而且这一跑就是十几年 难道人跑了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生活陷入绝望深渊 背负亲情沉重前行 如果活着要是家人的命中 时过境迁 人海茫茫 十年迷岸何处追踪 难解的困境如何挣脱 追踪王小慧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几次执行无果之后 高树英对找的王小慧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 虽然判决在手 但王小慧这个人却遍寻不着 又谈何赔偿 这个结果已经让高树英备受打击 然而 2011年 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 再次将高树英的生活 拖入了绝望的深渊 小学校到180就吐 我弄了那天就能处出血了 那天我老爸还在北京呢 我开炉了 开炉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半生不随那边 就一口这边这上去 这河内也上外 搞个工业也去不了 大家就伺服他 也就达得零 高树英说 以前她的村子里 是出了名的秦快 一直是这个家里的主心谷 小家庭对她打理得紧紧有条 如今的她却只能待在家里 吃喝拉撒全都指望着家人 这种巨大的落差 使她无所适从 她没出这事之前 我们的小日子也算可以的 在我们村子 那时候实行的小看护 我们还凭小看护的 我们这么多妇女 都能出去整圈去 我们下周这有什么服务区 这饭店屋的都有 那时候亲自用车就 就上下班我都能干 我顶多的 跑个药 我的斩款就回来 高树英说 虽然自己身体残疾 但是老伴 却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 而最让她欣慰的是 两个儿子都非常懂事 自力更生 从没依靠过自己 两个儿子现在不仅 有了体面的工作 还都成了家 儿媳也对自己非常孝顺 这儿子反正就是 比较来说 挣扎既能替父母担忧 这事自得解决 比亲国女都好 就我和我儿媳妇 然而高树英却说 老爸和孩子们 越是对他好 他的内心越是挣扎 其实他一直以来 都渴望能像一个 正常母亲一样 亲手张罗儿子的婚事 看着自己的儿子 成家生子 帮着儿子带带孙子 然而现在的他 却只能每日坐在炕上 拖累着家人 一边是自己 越来越糟糕的身体状况 一边是家人 无微不至的贴心照料 曾经是这个家庭 主心骨的高树英 根本无法适应 这样强烈的转变 这让一向要强的他 痛苦绝望 你说2004年出生后 家里脱得够强了 你说201年 有多长出血 只不活着要家人的命 高树英觉得 现在他唯一能 为家人做的事情 就是找回十几年前 那原本就属于 他的两万多元赔偿金 2015年 绝望之中的高树英 尝试联系 赤丰市 松山区人民法院 希望能找回这笔钱 电话中高树英 给我说 如果这个案件不能执行 他死都不甘心 作为执行局长 我有责任为他 讨回这笔 应得的推套款 职任赤丰市 松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局长的刘晓军 在接到高树英的请求后 立即重启了 陈凤的档案 再次启动执行程序 寻找王小慧的踪迹 而关于王小慧这个人的 全部信息 就都在这薄薄的 案件卷宗旨中了 当时我拿到这个卷以后 因为只有一份 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所记载的 只有被告王小慧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族 以及当时的住址 由于按照委托执行程序 只需要提供一份判决书即可 关于王小慧的信息 少之又少 案件重启后 执行局的几位法官 法警都多次到实地 尝试找寻王小慧 然而情况 却与十几年前 并没有太大区别 十几年前 细极化手段并不完善 人口查询 并没有如今这样便利 可是即便是现在 通过网络户籍管理系统 查询结果也没有任何不同 已经死亡入消了 经过公安人员查找 有赤峰市 有97名叫王小慧的人员 竟然没有一个人 与案件中的王小慧 信息相符 这样的状况 让执行局局长刘小军 有些意外 难道这个王小慧 在人间蒸发了吗 判决所在那里是 亚瑟村七处 但我们包括在临近的几个村 也都走狂了一下 但是都没有结果 村没介照 本村根本没有一个 叫王小慧的人 一些上年纪的人 都也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人不可能平衡消失 经过刘小军的实地走访 原本的那个村子 早已不复存在 经过十几年的变迁 曾经的农村 如今已经高楼林立 对于高书英来说 从家里的主心骨 变成需要家人照顾的残疾人 这样的转变 让他无法释怀 而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自己本该拿到的赔偿 却一分钱都拿不到 毁了他生活的这个人 一走了之 这种事情 搁谁身上 谁都气不过 这也难怪 高书英如此坚决地 想要追悔那笔钱 十几年前 当时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 就曾多次查找 王小慧的下落 都遍寻无果 十几年过去了 物是人非 想必如今会难上加难 这个王小慧 到底真实存在吗 人都找不到 又要去哪帮高书英 要回他的钱呢 这两万多元 对于法官们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愿2017年申请执行的标的额 达20.6亿元 2018年截止到8月份 已达20多亿元 然而对于执行局的执行法官们来说 高书英的这两万多元 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确实高书英申请执行案件的标的很小 但对于我们来说 不论标的额大小 都涉及到胜作者的权益 我们会尽全力与保障 面对着追踪十几年未果的王小慧 刘小军犯了难 依照现有的身份信息 能够找到这个人吗 由于原本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 已经去世 刘小军只能一遍一遍重新核对着 这份十几年前的卷宗材料 一个细节进入了刘小军的视线 我发现了判人书中 有王小慧驾驶车辆的号牌 这个车辆号牌是赤峰牌照 能不能通过这台车找到王小慧呢 于是刘小军立即和同事 赶往赤峰市车辆管理所 如果王小慧曾经驾驶宋某的车辆 那么宋某一定会有王小慧的相关信息 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宋某的这个电话号码 还能够打得通吗 是 宋某的 Gambia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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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话居然还通 请问您是宋桂圆吗 是 您好 我这里是咱们赤峰市 松软区市民法院执行局的 您好 有一个蒙地15926的 一个大型货车是您的吗 是是 这个车早就报废了 这车已经报废了 早就报废了 当时这个车是您自己开的吗 不是 是您一个自己开的 宋母说 她确实曾经顾过一个 叫王小慧的人为她开车 因为王小慧 站着她的车辆 发生过交通事故 她对王小慧的印象很深 听到车主的回答 刘小军和同事无比兴奋 可是当听到车主接下来的话时 刘小军的心瞬间跌入谷底 那您现在和王小慧还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了 那十年了 那这些号能挂了怀疑证 有的电话号码 你现在还存着王小慧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的没有的 就是省级丢了怀疑证的都 这个车就已经不运营了 然后王小慧这个人家也不给他开车了 因为时间就要长 这个宋母员当时也没有存到 王小慧的联系方式 车主宋某说 由于当年他雇佣王小慧开车 结果王小慧在外地肇事 出事后他就和王小慧解除了雇佣关系 经过十几年的时间 虽然车主宋某的手机号码仍然在使用 然而储存电话号码的手机 却几次更换 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联系方式 当时我想通过车辆 查找王小慧这条线索 这样就断了 我们只能再找其他图客店了 既然王小慧真实存在 那么他不可能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唯一的线索就这样在眼前消失 但是这至少可以确认 王小慧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再次陷入困境的刘小军觉得 当年处理这起事故的 鸾平县交警队是否还存有 当年交通事故的相关资料呢 而这成了当前唯一的一条线索 于是刘小军决定 立即起身前往三百多公里外的 河北省鸾平县交警队 就在刘小军满心期待之时 交警的回答就让他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 按照我们的安全管理规定 它这个商人事故 走一般程度的话 简易程度是保管73年 一般程度保管70年 所以说这个14年前的事故 这个安全案的卷宗 应该是不好找了 交通事故信息这条线索 再次彻底断了 既然确实有王小慧这个人 那他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 一个想法突然划过刘小军的脑海 难道是王小慧的名字错了吗 是王小慧 是汪小慧 还是汪小慧 带着这样的猜测 刘小军再次来到公安派出所 查询误籍信息 然而 当查询结果出来的时候 刘小军却吃了一惊 1109 事封境内 与王小慧同一的人 竟然有1100多人 在这1000多人中 究竟有没有刘小军 要找着王小慧呢 又要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原本充满期待的线索 一而再再而三地断掉 这让刘小军彻底发了难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王小慧这个人 会不会真的如刘小军所猜测的那样 确实是名字错了呢 他是否在这1000多人当中呢 如果在 大海捞针找到他谈何容易 况且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十几年之久 唯一一个见过这个人的 高淑英的老伴 现在根本就想不起来 王小慧这个人长什么模样 而车主也已经十几年 没有再见过王小慧 他又能帮到多少忙呢 山穷水尽 东回路转 迷离线索 遵纪难寻 伸张正义 铁正如山 十年欠款如何找回 公正裁决如何落实 追踪王小慧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就在刘晓军和同事 不断筛查的过程中 一个名字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有一个74年9月3日 突然一个出城年约日 为1974年9月3日的 扶晓的小的王小慧 出现在了户籍民警的电脑上 这个王小慧的出城年约日 与本案的王小慧的出城年约日 是同一天 眼前冒出的这个王小慧 和鸾平县法院判决书 记载的王小慧 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难道他就是失踪了 十几年的那个王小慧吗 王小慧是1994年10月 迁入赤峰区 同情靠有 前来本职 通过户籍资料可以看到 这个王小慧是在1994年 从外地将户口迁入赤峰市的 很有可能他并不在本地居住 而只是落户到这里 这也许正是此前法官们 在判决书在明的居住地 辩访不到其人的原因 但是这一切都仅仅是法官们的猜测 如何证实眼前的这个王小慧 就是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王小慧呢 信息中反映他的婚姻状况是已婚 那么调取王小慧加情信息 为何对王小慧的身份信息 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 刘晓军立即带着王小慧的户籍信息 马不停蹄地再次前往 联平县人民法院尝试 从原始的案件卷宗中找寻线索 经过调阅案件原始卷宗 刘晓军发现 在联平县人民法院保存的 这份原始卷宗 不同于之前他手中的委托执行卷宗 除了当年的判决书以外 这份原始卷宗中还记录有 和案件相关的其他证据材料 这些证据材料根据程序 并不会跟随委托执行卷宗移交 而这其中毕竟有他们 一直苦苦寻找的重要线索 可是当刘晓军核实这些材料时 眼前的一条信息 就让他的心再次一沉 原始卷宗中 一份证据材料上 记载着王晓慧的妻子 名叫吴小颖 而刘晓军找到的这个 王晓慧的妻子 名叫卢晓英 难道这个王晓慧 并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吗 是王晓慧在公安机关 沉入时口误 还是公安人员比误呢 还是这个王晓慧 就与本案的王晓慧 不是同一人呢 如果说我们错误地 把一个公民的身份信息 录入到被执行人系统里头 会对这个人的生育 以及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 所以我们必须要核实准确地 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 现在对于王晓慧身份的核实 还全部都停留在猜测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而一旦执行错误 将会对当事人生活和法院生育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就在刘晓军一筹莫展之时 卷宗中一份微微发黄的纸片 引起了刘晓军的注意 叫做证号吗 就是一代申请号 交警事故卷宗中的证据 计算着王晓慧的价值证号码 那么这个价值证号码 就是王晓慧的一代申请号码 这个线索比较有价值 身份证号码 无疑是确定一个人身份 最确凿有利的证据 刘晓军喜出望外 然而当他仔细核对时 却发现事情并不像 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这份证据还需进一步合适 由于原始档案中记载的 王晓慧的身份证号码 为一代身份证号码 和目前所用身份证号码 有很大区别 面对身份证号码 至于最直接最有利的证据 刘晓军再次落空了 完全不同的身份证号码 能够确认这就是同一个人吗 对于法官来说 一切事情都要讲求证据 绝对不能凭猜测形式 执行过程中 证实一个人的身份尤其如此 因为如果身份信息有误 执行错误 会对无辜的当事人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刘晓军是慎之又慎 眼瞅着现在离目标 越来越近了 却在最后一步 卡在了最直接最关键 最有利的一条证据上 这两个人的身份证号码 不一样 他们会是一个人吗 为了确认这个王晓慧的身份 刘晓军和同事 立即带着在鸾平县法院 找到的材料赶回尺丰 尝试从公安系统的 原始户籍档案中找到证据 我们作为法官 我们必须要求进每一份证据 必须得查实清楚之后 才能采取相关的措施 我们带着这个线索 回到赤丰之后 又再次到了护人护人 由于十几年前 一代身份证信息 还全部是纸质文件 对于能否确认 王晓慧的身份 刘晓军心里有些没底 但公安局工作人员 将王晓慧的原始身份档案 放在刘晓军面前时 刘晓军终于输了一口气 有了这个最关键的证据 王晓慧这个人的身份 终于水落石出 可是他人现在又在哪里呢 高淑英心心念念的 那两万三千余元 又该怎么找回来呢 在核对准确 王晓慧的试试信息后 我们第一时间 将王晓慧进行了网络查控 查控发现 王晓慧在中国农业银行 对账户里头 有一万二千余元存款 我们实施了网络动机 不仅如此 王晓慧还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王晓慧的银行账户中 仅有一万多元 剩下的那些钱 该去哪里找 王晓慧现在人又在哪里呢 面对这些问题 刘晓军仿佛并不担心 原来一个人一旦被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将会对他的正常生活 造成极大的影响 失信被执行人 会直接面临无法出行 无法高额消费 无法信贷等各种限制 因此刘晓军确信 王晓慧一定会自己 主动找上门来 果不其然 没过几天 宋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就吵吵闹闹地 闯进了一个 自称叫王晓慧的人 我去之前住出来 银行卡告 我说你们法院给动的 别着急 你叫什么 王晓慧 现在执行法官们 苦苦追踪了十几年的 王晓慧终于被找到了 面对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后 寸步难行的生活 王晓慧对十几年前的判决 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执行 很快就把所有的剩余款项 全部补齐 前款追回后 刘晓军和同事立即启程 赶往河北省丸平街 我借你一个弯就行 好 谢谢你 我刚才说 就是关于你申请执行 王晓慧这个交通事故案子 我们经过多方努力 已经把这笔执行款 给您执行回来了 您可多费心 今天我就是过来 给您送这笔执行款的 可谢谢您 这是两万五千两百七十亿元 两毛一 您点一下 接收一下 不用点了 不用点了 谢谢您 你收一下 可谢谢您了 哎呀 让我说啥 这位法官 痛苦把案子结了以后 长寿以后起了 你不想要点个感觉 到时候 这个案子压了心头的一个 山上的东西 突然就取悠了 你就突然就 留下他们的预存 那种感觉 现在执行法官们 追踪了十几年的王晓慧 终于浮出了水面 让高淑英纠结了 十几年的心愿 也终于得以了却 如果说法院的判决 是为了主持公道 维护公平正义的话 那么法院的执行工作 就是将公平正义 真正实现的过程 如果所谓的公平正义 仅仅停留在 一纸判决书上 那它对于我们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